各位理事、各位先生 大家早 早 我僅代表中華民國康復自由 表達社會住宅的一些看法 呼籲社會支持社會住宅 我要講的是四點 第一點就是居住的權利 人民有居住的權利 在一百年前河南的住宅法 就已經明定政府應當提供合一的住宅給人民 第二點是關於社會住宅的法律依據 在2008年5月通過的世界聯合國殘張權力公約第19條 就明定殘張人士有居住的這個權利 能夠混入社區 他們有被提供服務以及選擇居住的權利 另外 我國身心障礙權益保障法第16條 以明定有居住的這個權利 相對的在精神衛生法第21條 除非你受醫療或者其他的作用才限制你的居住 否則的話居住是不能限制的 另外呢 我對於這個我們現在目前提案中的住宅法呢 陳傑瑞委員已經在58條59條都相對的提出 所謂的居住住宅歧視的問題 就是任何人不能排斥身心傷害者的這個居住的權利 那麼第三點要表達的就是我們對社會住宅的希望 就是希望政府興建者應當保證的社會住宅 第一個 不能貶低他的社會住宅的這個價值 第二個 不會增加他的犯罪率 第三點 不會因為呢 他的這個社會住宅呢 增加了遷徙率 第四呢 他能夠融入社區 能夠成為所謂的社區的一個成員 保持原有社區的特色 變成一個好鄰居 那麼我們也期望呢 在這個社會住宅的總量方面呢 能夠在全國住宅存量的5% 個別社區是30% 而且以混合居住為原則 最後呢 我提出所謂的推動社會住宅的好處 第一個可以減少這個南北的差異 所謂北部的這個房價特高 所以呢 多新店社會住宅 對這個所謂的北部呢 可以抑制這個房價的作用 第二個 可以減少這個上下的差異 所謂的高收入跟低收入的差異 第三個 可以減少所謂的意識形態的差異 我希望呢 借助這個一年來的我們社會住宅聯盟的這個合作呢 希望各位媒體能夠向社會報導 鼓勵政府來興建社會住宅 謝謝 好 謝謝李淳一 李氏 剛剛特地提到住宅是很重要的部分 我們也希望馬上宣示過說 住宅這個會期要送您立馬院 真的能夠盡速的通過 但是 按摩